D100 天變地變 講真話 行公義 浩年文 不改變 由2023年11月20日開始 呼應D100 新聞天地 推出全新節目 星期二 星期三 晚上7點到9點 彭晴 陳國明首次攜手合作 晚餐新聞 D100 可以做的 進做 天變地變 講真話 行公義 浩年文 不改變 我們說到激光工學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香港這期正在興行 搞市集 搞提振經濟 18區 遍地都要 什麼區都要有 沒錯 區區都要有些事情搞作 下放了一些資源 或者一些指令 給區議會 新一屆的區議會 希望可以做一些成績 希望可以做一些成績 出來了 沒錯 但剛才我們所說的 之前就是妙街 現在就輪到深水埗 提出了剛才的激光工學 就去說要跟大家玩激光劑 說要玩高科技 教大家怎樣去耍光劍十色 又說要怎樣去感受一下高科技 甚至乎還說要搞 Cosplay 希望這些所謂高科技元素 或所謂這些事項 可以吸引到一班年輕人 總之做到一些效應 吸引大家去 老實說 首先第一件事 激光和劍激類的武器 在香港不是危險性的武器 為什麽現在又拿來玩呢 其次就是作為一個在深水埗區的地方 本身地方小 但是人多 不知道這間行程 你有沒有到深水埗走過 有的 我經常去鴨寮街 因為我先生很喜歡鴨寮街 但他會不會去參與這個激光工學 他有沒有興趣 我相信他應該興趣不大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我想這些留給你們的年輕人 一絲朗你也對 你去激光劍OK 你應該是星球大戰的粉絲 我本身對星球大戰是有興趣的 但是你要我在街上戴著眼罩 然後被人圍著我看著我 我要再說一點 激光劍這件事是一個新興的競賽 真的有這樣的運動嗎 是有的 是有的 不是劍劍 他是一個類似劍劍 就是類似劍劍劍 總之你兩個人一對一在互打 然後又是打分的狀態 但是 但是這個問題 深水埗的意思是 他只是給你體驗 你是不會真的可以跟 人與人之間對打 即是不會對打 不會對打 不會對打 他已經說明不會對打 總之他只是在他們的範圍內 有一個體驗班 例如好像所謂警察 警局開放日 給你一把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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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給你一把槍 不會真的給你開槍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老實說 我喜歡 男生一向喜歡刀刀叉叉 喜歡有型的東西 但是我會不會需要去 走到你的街道去光顧你 是否需要這樣去體驗 我不要去會展 去動漫展那裡去看 其實那些什麼看Cosplay 那些我一樣去動漫展 搞得行 我不需要特意下來去看你 好像是不是這樣 其實有沒有足夠的了解當區的需要 或者當區有的資源 因為我會這樣覺得 其實在深咲寶區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有鴨寮街 但其次還有一些 其實近這十幾年 多了很多年輕人 搞一些皮革的店 還有咖啡店 很多文青類的一些氣質 而他們當時 在十年前 其實已經是 店鋪與店鋪之間 做了一些小社群 聯繫了很多不同的合作活動 單位 搞了很多的一些 叫做講座 搞了很多的一些擺展覽 等等其實人家已經做了十年了 但為什麼其實你不可以 說明是區議會 應該和地區要貼地 善用地區資源 或者是了解當區的文化等等 那為什麼你不可以先了解當區的一些 叫做氣氛 了解當區有的資源 剛才年輕人的一些叫做文青咖啡 皮革類 另外一種的可能 其實還有之前 有所謂的叫做布匹的棚仔 有些叫做豬仔街等等 其實當區 雖然可能是很地道 或者可能是人流比較多 很多不同類別的人士 在那裡 但是為什麼不可以利用當區的一些特色 和當區的一些店鋪 好好溝通 你們需要些什麼 或者你們想怎樣做 或者甚至乎將那些區 去劃分不同的叫做區域 去做不同類型的活動 而是你要強注於一些你的想法 或者你認為的一些叫做角色定位 地區定位下去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想是搞十八區的一些發展 或者一些叫做銷售地區特色 我要銷售給內地的同胞 我要銷售給國際 香港是一個 其實香港不只是金融 不只是一個叫做旅遊 不是一個很單純的旅遊業 不只是打卡的 不只是廟間我整個LED燈牌出來 這樣就是完事的 其實為什麼不太多利用當區的特色景點 甚至乎聯同當區的小店 互相去有一個叫做宣傳的作用 去擴大那個叫做效應 甚至乎是你叫做 問回當區的 無論是年輕人也好 或者是一些叫做上了年紀的檔主也好 他們都有他們的想法 他們都想 如果我這邊可以多些人流過來 或者我如果我可以搞到一個叫做報匹的市集 這樣跟大家去做一下交流 這樣就好像新年有一些叫做虛史 這樣就好了 其實為什麼不可以趁這個機會 你現在說到尤志及興 說到新一屆的區議會 那所有事情都是全新的面貌 很面向群眾 有很多交流 為什麼不可以做多些示範給大家 做到真真正正的日夜都繽紛 大家都繽紛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好像在深水埗區 他們都會做這些文青市集 剛才你說的活動 我想大家可能會把焦點 變成一個激光劍 到底是一個意念點 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一方面他們想有一些新意 所以他們會加這個 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做這些 接下來也會有一些地區特色的做法 另外加起來會帶大家去公園看一些花 然後就去公園那裡 例如帶大家去南昌公園那裡 看黃花楓陵網 就是諸如此類那些 或者街頭表演 一些商譜優惠等等 但最重點他們都說 希望我們可以在小紅書抖音上面 可以拍多些片和大家去宣傳一下 絕對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些活動 你做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那些客人又像上一次那樣 記得了 31號隨直晚上 看完煙花之後就搭車走了 接下來我們又說 有24小時通關 沒錯 那我們的客人怎樣留得住 可以令他們 所以我們不要只說來看看 就是那個費用 可能就用在小小的運輸上面 小小的餐飲上面 因為你知道旅遊業是整個產業鏈 包括剛剛我們說的這幾樣東西之外 除了酒店 我們服務業 我們零售業等等 其實是一串的行業 都是有很大的影響在那裡 現在就佔GDP 如果說旅遊 好像只有4% 不過你搞這麼大的事情 18區區區都有 還說接下來在長沙灣公園那裡 長沙灣海濱花園 十二生肖打卡點 差不多落成了 每個打卡點都有一米高 希望大家去推廣 說到這麼厲害 你也要告訴別人 你做這麼多景點 你要留住那些人 在那裡留不到那些人 不過夜 大哥 我現在是希望 好像留個男朋友在家裡 你過夜 你過夜 你不要回家 這個問題很嚴重 你留不到 真的 你要留人 你要留住他的錢 大哥 這樣才是振興經濟 訂購支持